我在青少女医生,我在新加坡中央医院做传染病毒的医生 我已经注册疫苗,注册疫苗会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病人 但在疫苗之后,我感觉没有什么副作用 虽然接种疫苗是出院的,不过接种之后传染的风险就非常非常之大 当然接种疫苗,传染病毒就越南传播,新加坡就会跌到全体免疫 新加坡从检验海树变16岁以上的疫苗接种疫苗 除非她在冤枯,有人冲击、敏感和发疗或电疗 在马外挖,她就会接种疫苗,老人家还有有声劲 很多老人家都要参加,搞血压、搞淡谷顺和糖尿病 就算有严重的疫苗,都可以注册疫苗 有些人有担心副作用,不过其实这副作用很强烈 有少少经济传统,发烧和咖喱,不过过经济之后就没问题 你注册疫苗之后,有医生和夫妻 可以看见你,搬着总条 好想你有什么副作用,就要你直接帮你 小岛政府通知注册疫苗之后,你就可以上网和实施医药 那已经注册疫苗,下一集就轮到你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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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